好吧 大家先熱烈掌聲 歡迎我們的金老師 我要先請坐 很開心大家今天來這月星期五 今天我們辦這一場活動剛好是在 本來沒有預期啦 就是說我們只是純粹就對歷史的興趣 而在討論這個題目 就是說不同的人 對於同樣面對一個獨裁政權或獨裁者的時候 他又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態度 當然也配合金老師他寫了一本書 然後這本書呢 來 薛老師 請坐 那我們很開心就是請到這兩位講者 等一下會有一些 他們會有些火花或者是廢話 所以我們這次大家熱烈掌聲 先歡迎我們的金老師老師 大家晚安安 我覺得這個 沈青凱、沈教授的場子 很有趣 因為我去很多的場合裡頭 好像還沒有自己介紹 來聽人樂自己介紹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方法 這個方法能夠讓我知道 我接下來可能要講什麼 我覺得我應該 今天的題目應該講 余觀中是怎樣的人 我對余觀中是有一些了解 因為余觀中 我跟余觀中有非常多的接觸 因為那時候我畢業人間富康 所以他也跟我們寫很多文章 我還知道一些余觀中 別人不知道的 他失生活的事情 我就不能夠在這邊投入 余觀中跟自由中國的關係不大 但是他跟文心雜誌的關係很大 所以李敖很知道余觀中 我想李敖可能寫過很多余觀中的文章 因為李敖的文章我不是全部都看 我知道他們之間有很多的複雜的關係 我今天主要是講的 我看替大家講的以後 我覺得面對獨裁者的態度 我先說一下我這本書 開始的時候的題目叫做 《面對獨裁者的態度》 我有一個副題 《胡適與陰海關》的三次論真 那後來呢 我書稿全部寫完了 交給出版社 他們的社長就跟我講 所以題目太長了很難賣 我後來就改了一下 改成《面對獨裁者》 下面的副題就是 《胡適與陰海關》的兩種態度 我後來這個 變成《面對獨裁》是另外一個因素 現在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黃敬興 他是院士 也是做過十一所的所長 他在幫我寫推薦的時候 他就變成《面對獨裁》 我覺得這個題目可能比《面對獨裁者》更好 所以這個最後就變成這樣的一個書名 那我想先 因為這本書好像看過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即使這樣子 我先講說一下 為什麼要寫這樣的一本書 因為寫胡適的人非常多 我想薛教授等一下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 他自己的研究也是自由中國胡適、陰海關這一塊 他有很多比他年輕的學者 我也看過他們的論文 寫胡適、陰海關的非常多 尤其在中國他們有胡適熱、陰海關熱 還有夏稻平熱 所以中國的學者寫的也非常多 我能夠看到的也不少 那我為什麼要寫這樣子的書呢 是一個因緣我有書前的字跡 我本來不是要寫這樣一個 從來沒有是我要想寫 我是因為13年的時候 我去了芝加哥 在那邊待了三個月 三個月的時候 我主要是我兒子寫他的論文 我就到芝加哥去看他 然後我太太照顧一下他的生活 他去做他論文的時候 我就到芝加哥的圖書館去 我就看很多的雜誌 我在台灣比較少看到的 看完以後 我其實發生了一個很大的有興趣的問題 吳郭貞的回憶錄我很早不看過 但是吳郭貞的回憶錄裡頭 從來沒有寫他跟胡適的那一場比戰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後來我看過吳郭貞的回憶錄 他也沒有講那一場比戰 但是他講我批評蔣介石的時候 有蔣介石的護衛者替蔣介石的辯論 他講的是不是 現在看起來我是對的 那我是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一場比戰 在吳郭貞的回憶裡頭 一個字都不提 我就是為了解答這樣的一個迷惑 所以我就開始看了兩方面有關的書 我也引印了 吳郭貞在1954年 在Look雜誌上面寫的一篇很長的文章 批評蔣介石的政權 我也看了這個 然後我去找胡適的答辯 在New E的新領袖 可是這一本新領袖 芝加坡大學沒有 我後來跑去問他們的管理員 我說這本雜誌裡面沒有 我也沒有辦法 他說有啊 我可以把你調 他說我們有電腦連線 而且我們跟圖書館之間都有連線 你要的這一本雜誌拿一起 我就把你調 可是要時間 那時候我急著要回台灣 所以我就沒有 但是呢 我看了另外一本 中國一個學者寫的 關於這個胡適的晚營的 裡面有一部份 翻譯了胡適的那篇文章 所以我就把那本書 那本書的那一部份 我就移運回來 後來這本書 在中央研究院的圖書館裡頭 我也見到 我重新有讀了 我講的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開始要寫這本書 沒有準備要寫這本書 我開始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樣發展下去 我看了胡適的日記以後 我當然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這個容忍比自由重要 這一句話 他說是他老師 鮑爾 或者博爾說的 其實他的老師不是這樣子講 他老師講寬容比反叛重要 不是容忍比自由重要 所以容忍比自由重要 他老師胡適的挪用 他把宗教性的問題 轉變成政治性的問題 這個是 我在寫這本書之前 我知道 就是說 這一個問題 是很少被人家提出 最少我看過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我這個部分是可以做 反攻大陸的問題 我後來就是因為要 開始寫了第一章 我就準備寫反攻大陸的問題 我是從頭把反攻大陸的問題 從頭到尾把它的細節都看過一遍 所以我後來的下筆 我覺得 我研究的發展超過我的疫情 這等一下我會講 講一定海關的問題 那我這本書出來以後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滿意的 等一下我看那個薛教授 可能他知道的比我很多 我所看到的 蔣介石跟胡適萬寧的關係 我覺得我這本書 是提出別人所沒有的看法 我不敢講說 這是一個新典範 或是哥白尼的轉變 但是呢 自由時報 他奔過 我把這本書給的自由時報 他們下過一個標題說 把胡適請下神壇 我覺得這本書可能能夠讓 當初崇拜胡適 我看你們 剛才講的很多人很崇拜胡適 幫我寫序的六次 他就跟我講 他是胡適的崇拜者 他說他看到的這本書 有跟胡適的地位 在他心目裡面往下降 正是把胡適請下神壇 我覺得我這本書 其實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這個是我等一下講胡適這一塊 我會補充 第二個我想寫陰海光的書 我所看到過 大概寫的最厚的一本書 這本書是中央影劇院的 陰海光思想研究 他裏頭呢 寫陰海光的生平全部都錯 那為什麼他會錯呢 有兩個理由 一個理由 陰海光跟他太太夏軍陸的日記 書信那時候他可能沒有出版 他沒有看到 所以陰海光很多東西被他批評的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他說陰海光在金陵大學的副教授 他認為不可能 他說他連這個碩士也沒有念完 怎麼可能去金陵大學念副教授 他這個是一個質疑 這個質疑呢 他有沒有根據呢 沒有根據 等下我也講 就是說做學問的幾種 做研究的幾種方法 我等一下會提到 我先提他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去看陰海光給他太太寫的信 你就知道陰海光是中央日報的總主筆 做過 代理過一段時間的總主筆 他那時候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第二個陰海光的那個時候 他那一代 很多人不需要像現在一樣拿到博士才能教書才能當教授 很多就是拿到學士學位就可以當教授 這個是當初的情形他不了解的 我要再舉個例子 魯斯仙先生 他是我上過他的史記 上過他的文字學 但是我年輕的時候 大概現在有三四十年 他沒有學位 前幕沒有學位 所以這些都能夠在大學教授 而且那時候他們那一代很多只有大學畢業 留學的當然有 所以這個不是特別的例子 第二個比如說法工大問題 他認為胡適的判斷 跟陰海關的判斷 他認為說 為什麼胡適就會錯呢 他認為陰海關是蒙對的 這本書都在他書裡頭 那他這一本書的一個 我不能寫他的書品 因為我沒有興趣寫他的書品 但是我覺得拿出來比較有趣 這本書大概是寫陰海關最後的一本書 那他對陰海關有一些偏見的一個理由 因為這個人按照他的序點為講 他主要是做徐富官 他做徐富官 他就會站在辛魯家那裡 做辛魯家的研究者 對陰海關一定會有偏見 所以他有很多質疑 其實都站不出腳的 他沒有辦法 找到很多的證據來支持他的意見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另外 陳老師我們可能要打斷一下 因為很多知道辛魯家的舉手 然後不知道的舉手 所以你在講的時候 你也必須要再交代一下 什麼是辛魯家 辛魯家 徐富官也很容易聽過 辛魯家基本上就是 1949年以後 辛魯家的開商的主事也是熊實力 我想你在做了不曉得知道 熊實力是 辛魯家的開商主 他寫《辛迴思論》寫很多實力與尤 後來在中國 1949年以後 他又寫了好幾本書 徐富官的學生 殷海關跟他也認得 所以殷海關也很欣賞熊實力 熊實力的學生 某中商是哲學系的 教哲學 他是胡士的學生 反正這個打炒了 我就插開一句話 胡氏在日記裡頭有一天的日記 他上面呢替他的 他說我今天把學生的考基做完了 他就把他學生的名字全部列出來 然後做了一些批評 其中就有某中山 他在某中山那邊講說很用功 但是呢很愚 我覺得他這個講法是對的 因為英海光跟徐富光跟譚君毅 也是另外一個辛魯家的大師 就是他們發表了一個辛魯家的宣言 是很重要的一個宣言 現在研究辛魯家一定會討論到這個宣言 因為這個插助我的書的範圍很多 我順便帶了一下子 就是英海光這個作者他是研究徐富光的 所以他後來呢書裡頭他特別提到找宰志誠 大概在座的也不認得是一個 我跟他有很深的關係是1979年我到了柏克里去 他是我碰到第一個從中國游泳出來的紅衛兵 他是中山大學的 他到了香港去就跟徐富光讀書 徐富光就把他送到徐富光的學生 這個書的作者會有一些這樣子的偏見 我可以了解 一方面他出來的資料不夠 可能沒有看到一些英海光的重要的資料 如果他看到英海光重要的資料 我想他大概那些疑問都不會發生 英海光如果按照我的研究 英海光是非常誠實的人 他從來沒有編造過自己任何的經歷 就是說會遮掩他過去 他唯一的一件我所看到的 是他不曉得是不是跟陳平景講 陳平景是幫他做口述歷史的 說49年的文化暫犯的名單裡頭 毛澤東發表的暫犯名單裡面有文化暫犯 裡面有英海光的名字 這個資料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按照我看過的這個範圍裡頭 我覺得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這是唯一我知道英海光講的話裡頭 我找不到這句 其他的如果你去看英海光自己的說法 其實非常的沒有怎樣沒有誇張 那這部分等一下我講英海光也可以繼續講 但是我寫英海光我意外的發現 英海光跟彭明明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之間的關係 我寫了特別寫了一章 講他們英海光的思想怎麼樣影響到 彭明明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我當初寫這個題目 我記得我跟薛老師的老師李永之談過 他問我一句話 你有證據嗎 從這句話我就知道 這個問題一般人不會把它連在一起 我是認為我是第一個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的人 也就是說英海光我用legacy legacy大家知道這個可以翻成遺產 可以翻成疑序 或者我把它疑序 或者疑風 但是疑響 但是我把它翻成疑則 這是我表示對英先生的尊重 剛才你們在座裡我也提到 為什麼沒有人談到知識分子跟台灣的關係 英海光是自由中國裡頭唯一一個支持台灣人 我在這一章裡頭我也特別提到這一塊 這是非常困難的 包括雷正 我們可以看這個雷正 雷正的朋友 不管是端木凱 這一些人 戴杜恆 基本上王世宣 都是自由中國的作者 他們都認為不能夠支持台灣人 支持台灣人有一天會把誤壞省人搞垮 這個是當初所有人的看法 唯一一個例外的是英海光 英海光跟吳里培說 吳里培說台灣將來是你們台灣人的台灣 你們好好的做 但是吳里培還沒有出國 還非常非常的年輕 我訪問過吳里培 他跟我講 確實 尹先生跟他這樣講 吳里培的最低話也在他的回憶錄裡頭有 後來我做了一點小的更正 吳里培說他認的英海光是謝聰明介紹的 謝聰明說我沒有介紹給他 是吳里培記錯 但是我認為英海光跟他講的那一段話 是他沒有記錯 他記錯的就是他不知道怎麼樣 跑到英海光家去 所以幫他介紹 我想他沒有記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這個是也是 剛剛有 有位不曉得哪位先生 哪位女士提到 說知識分子 台灣的知識分子 跟對台灣人的關係 這個是英海光之所以了不起 我覺得他有很深刻的認識 他很深刻的認識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反攻大陸是假的 我們現在看反攻大陸是假的 一點也不覺得稀奇 那時候沒有人認為反攻大陸是假的 他認為反攻大陸竟然不能成功 台灣就要走自己自由民主人權的路 這個就是英海光的 如果你講他有深刻的思想的根源 既然台灣要走這塊路 台灣人跟外省人必須要合作 或者外省人跟台灣人必須要合作 另外一個是我的猜測 我當然沒有從沒有文字的根據 我認為英海光知道 只靠外省人去對抗國民黨 一兩不夠 他說只有外省人跟台灣人聯手在一起 國民黨才有垮的一天 打敗國民黨是英海光一生的 這個1949年以後 他一生的自願 他自願就是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如果你看我的書 他甚至於主張刺殺蔣介石 那也是真的 那這一段歷史英海光自己沒寫 你看我的書 或等一下我有機會 我就可以講到英海光了不起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這本書裡頭 我認為我提出來的一些 看法過去寫英海光的人 寫胡適的人都沒有提過 另外一個我就談一下我這個書寫的方法 我不曉得這個學術界 看到我這樣的書寫方法會不會接受 我知道那個周梁凱他看了我的書 或者是他跟本人討論過 他就跟我講 很多學術界認為你的書不符合於學術規範 我不曉得 但是我讀很多這個歷史的書 不管台灣的中國的或者西方 尤其西方的 歷史學其實你說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我也不覺得 你看史伯斯的書 就寫的跟一般歷史學的書不一樣 那怎麼樣算是一個規範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跟我的兒子 我兒子是學美國史的 他在芝加坡大學 我跟他談過一次 我說能不能用偵探小說的辦法寫一本歷史書 他說可以啊 你只要證據充足你就可以做 講完以後我其實沒有心裡面 沒有真的打算用這個辦法 我只是寫完了以後 我覺得我是 那應該用什麼樣的句子來文字 來形容我的中文書寫方法 在新聞記者的工作裡頭有一個字也 就是調查報告 Investigative Report 所以我認為我是一個調查報告室的意思 所以我把所有的線索全部收集起來 然後釐清線索之間的關係 然後呢 做出一個真實的最後的報導 這個是我寫以前我沒有想到 我寫完以後 我才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另外一個我也說一下我寫這本書 第一件事情 我要寫到我自己覺得有趣 如果我寫完一段 我覺得這樣寫很無聊 我就不要 這表示我書寫的方法有問題 因為政治是充滿了緊張的張力 政治是權力之間的交換 政治是充滿了波鬼雲局 如果一個歷史 尤其是跟政治有關係 你寫的拼平板板的 那你一定沒有抓到 政治跟歷史的真正的脈動 如果你抓到了 你一定不會覺得無趣 這個就像我寫政治評論一樣 我寫政治評論一樣 我一定要達到一個目的 第一個 這個角度沒有人用過的 不然我就不要寫 同樣的角度 不需要兩個人寫 第二個 在這個新聞的下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刀官劍 這個是我寫政論的 一定要有的這個想法 我才回去寫這本書也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 1950年到1964年 彭雲炳的案子發生 然後這麼長的時間裡頭 其實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1949到1960 蔣介石政權開始 潰逃到台灣以後 從開始到建構完成 就是這段時間 而自由中國剛剛好就是 抗議蔣介石政權裡面 最有重要的政論的抗議 所以你看這個自由中國 其實你可以按著 一期一期看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 當初政治的發展 但是呢 這個雷正自己也講過 說你不要以為 我們這個雜誌很大膽 我有三件事情 我很慚愧 我沒有報導 第一個 吳國珍事件 他說我們沒有沒有和諧 第二個 孫立仁事件 第三個好像是 王世傑事件 我現在不記得 就是王世傑 被蔣介石說 永不入用 從這個秘書長的位置下去 他說我有三件事情 我沒有寫 而這三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他覺得 他沒有進到這樣的折路 下面呢 我也說一下 就是我 怎麼樣做 這個歷史學的考證的方法 寫文章其實是沒有辦法 沒有方法 沒有方法論的 每個人寫文章有不同的風格 我們可以看一個人的文章 我們大概可以猜得到 看了一篇文章 我們可能可以猜得到這個作者是誰 因為自由中國裡的很多都是用筆名 你也不知道是誰寫 隔了那麼長的時間 慢慢的你熟悉他們 你就知道 他們寫文章都有一些特別的辦法 那刘雨潭講過說文章無法 八谷有法 文章有法就等於八谷 所以做文章是沒有辦法的 沒有一個人的文章是 思路是一樣的 所以我寫這個 我寫這個考證的辦法 我可以提一下 首先我先舉一個例子 幫我寫序的王范森 他是做過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是院士 他現在好像去選台大校長 是我以前的一個panel 就是我們是夥伴 以前我在中國時候當副 看主編的時候 他是我的編輯 所以我們的關係很好 他看了我的初稿 我讓他寫序 他問了我的問題 他說你對胡適會不會貶得太低 這個是有趣的問題 因為我去年十二月 我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 發表陰海關那篇文章 我發表那篇文章 其實我沒有討論文那篇文章 因為論文都交給大家了 我另外談別的東西 我談到胡適 胡適 我說胡適 在這個蔣介石三連任的時候 他是國家代表 他跑去投票 而且投給蔣介石 這句話的重要在哪裡 余英時在寫胡適的時候 他寫過一句話 他說我敢打包票 胡適這一張票 絕對沒有投蔣介石 但是我看到資料 他就有 那我資料來源來了 黃節的日記 黃節景種日記 特別 現在國師廣播有沒有賣了 我不曉得 他出了兩本 一本是景種的日記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 景種的自由中國檔案 一個是黃節的日記 還有一本雷震 在他的檔案裡頭 景種呢 特別記錄 胡適那一天去投票的時候 他的秘書陪他去 他的一個親戚 跟他很近的 有名有姓 我現在不是記得 問胡適說 你這一票有投給蔣介石嗎 胡適告訴他說 我不是小孩子來胡鬧的 我來投就投給蔣介石 這是胡適自己講的 第二個他的秘書 問胡適說 雷震為什麼不來投票 胡適說 雷震應該來 不來是不對的 這個是胡適的回答 胡適之前 跟他的秘書胡適說 胡適說 如果他是 投票是點名的 唱名的 那我就去投 如果像現在不具名 那我就不要去 所以從這些話來講 胡適呢 按照雷震的說法 兩面做人 投機取搶 我那天就講了這段話 就有人起來反駁 我想他一定是很崇拜胡適的 那我這樣講 當然就打破了他的崇拜 他就有點質疑 我說我的書裡頭 有所有的證據都會出來 我說打抗我的書 而且我說告訴他說 你不要低估國民黨的特務的厲害 國民黨對付的自由中國 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 他們派了很多人去找附贈 找人去跟陰海關講 你出來辦雜誌 我給你錢 叫陰海關挖自由中國的牆角 要把陰海關挖走 然後要附贈提供資訊 還有一條資料是戴杜恆 我想在座的可能不見得知道 他是自由中國的一個主題 很重要的主題 他是一九四九年以前 他就是第三種人 就是被魯迅批判的第三種人的代表 那他所謂第三種人什麼意思呢 既不依附國民黨 也不依附共產黨 他們要找第三種人 所以魯迅很痛恨 魯迅是一個愛恨分明 政治感非常強的 他就罵了戴杜恆 我講戴杜恆的原因是 井總跑去找戴杜恆 因為他後來是中央熱報的主題 跑去找戴杜恆 要他提供自由中國內部的一些information 尤其要知道自由中國裡頭 反對蔣介石商業任的是誰 胡適反不反對 雷正反不反對 戴杜恆就告訴他說 雷正是很堅持的 非常反對 他說胡適沒有那麼堅持 這個是在他們的情報檔案裡面出現的 我講這個是代表什麼呢 自由中國是井總要處理的一塊大石頭 他一定要把自由中國處理掉 處理的對象呢 第一個是雷正 第二個是陰海光 所以下面我有時間我可以繼續講 那我對胡適 我其實是沒有任何懲戒 我在寫這本書之前 因為胡適的書我也看 陰海光的書我也看 我對胡適從來沒有成就 我不是要批評胡適而寫這本書 徐富光是做中國的上古一直到清朝的歷史 思想史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做歷史的時候考證很重要 你有一個假設 如果是對的 後來發現的資料都是符合你的假設 如果是錯的 你所有的資料都會抵觸你的假設 所以他是有個假設在那裡 但是我寫這本書的時候 我沒有任何的假設 我每一個都是從最基本的資料 一件一件資料放在一起 比對出來 所以我對胡適 不是我開始要批評胡適 不是 是我的證據一步一步出現 造成最後事實的呈現 所以我是從小片的資料做起 那在我這本書裡頭 我也解答了一些問題 我先講比較簡單 複雜的以後再講 最重要的大家都 說一九六零年雷案發生 胡適有沒有要救雷政 這個是我書裡頭第一章我就提到了 那我這裡頭最有趣的一點 就是我所的資料點 就是胡適從 那時候胡適在美國 我看過王世傑的日記 裡面有講到這個雷 雷案發生不久 那時候他到美國去跟胡適有見面 他那時候按照他有兩條日記裡面講 胡適對這件事情態度的積略 超過我的想像 就是王世傑講的 而且胡適告訴王世傑說 他要改變一貫支持蔣介石政權的態度 這是王世傑在日記裡頭說的 這是最早的 我看得最早的 那胡適的後來的這個 對於雷案發生以後 台灣的報紙 台灣的雜誌其實寫了非常多 最重要的一點 胡適會不會因此跟蔣介石鬧翻 會不會就留在美國不回來 那時候胡適已經是中央委員軍院的院長 他回美國是打包參加會議 我這本書裡頭最重要的 提到的胡適是 胡適態度什麼時候轉變 如果你看胡適的日記 或者看胡適年朴長篇 你會看到胡適到日本去 他到了日本去 在機場裡頭有三個人接他 一個叫吳中信 是他老朋友 他每次去日本 這個吳中信就會陪他去買舊書 陪他灌街 第二個是大手館的公使 第三個是毛子水 三個人到機場接他 毛子水從台灣特別跑到日本去接胡適 那剛剛有人好像提到毛子水 提到聶華林的三聲遠 應該是三聲遠吧 那本書 那本書裡面就講 毛子水是跑到日本去 也就是說服胡適到台灣來以後 安安靜靜的要提雷震講話 這個是三個人 那這個比較有興趣的就是 胡適那天吃過飯以後 跟毛子水談了整個下午的話 晚上呢 日本的駐日的大使跟公使 跟毛子水跟胡適四個人吃晚飯 在吃飯的中間呢 這位公使打電話給台灣的陳雪平 他那時候還是秘書長 然後把這電話交給胡適 然後呢 胡適跟陳雪平講了半天的話 這一段陳雪平跟胡適的講話 講什麼東西呢 他沒有說 但是呢 警總的檔案裡頭 有陳雪平跟警總的副司令講 說我昨天晚上跟胡適通過電話 我告訴他說 你回到台灣以後 最好保持中立的態度 兩邊你都不要說話 其實這個在政治上面你想你就知道 就是不替雷正講話的政治的意義 就是他支持國民黨這一邊 雷案裡頭我保持安靜 誰最有利 蔣介石最有利 國民黨最有利 那我的判斷是說 胡適在那一天 不曉得是 當然因為這個就是一個秘密的會議 所以也沒有答案 那我從後來的發展 我認為胡適一個討價還價 或者說是 就是這些三個人給他的承諾 就是胡適到台灣去以後 為政判刑可以減少 我認為這個是胡適後來到台灣來 非常低調 比如說他的低調的什麼程度呢 他在上飛機的那個名單裡頭改了名字 他不用胡適 大家都知道他的英文名字 所以沒有記者知道他坐哪一班車子 飛機回來 那我說這個意思就是說 胡適認為他們這一場密會的結果 哪一方面提出我不知道 說不定是胡適提出大家同意 或是對方三個人同意 說我們會把你的意見交出去 雷聲可以減行 所以胡適到台灣來以後 非常安靜 一句話也不說 然後他跟反對黨的其他成員 吳三眼這些人講 你們現在不要阻擋 讓雷政的案子 不要發生那麼多的衝突 而且我也相信 胡適跟雷政的太太講過 說他要努力這一塊 這個從哪裡可以看到當初的報紙 現在這些報紙的報導 在雷政全體裡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雷案發生以後 胡適一再地說大出意外 非常出乎我的意外 那他的意內是什麼呢 雷政被判十年沒有緩刑也沒有任何的改變 所以胡適為什麼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跟他的預設不一樣 如果你只看這個胡適的日記 或者我不曉得這一段 就是他在駐日大使館裡頭的日記 其實就是一筆 他說什麼什麼的人來接我 然後剩下來就是 吳中信晚上吃飯有什麼人 然後多了電話給陳雪明 就是這樣一句話 那我們要從這些蛛絲馬跡裡頭 怎麼推論出來 你必須要看胡適後來的反應 在我的書裡頭都有 我就大概提到這裡 那麼我這本書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曉得寫歷史書重要的問題意識 一本書你一定要有問題意識 你寫了一本書 把所有的資料放在裡頭 你不成一本書 你只是一個資料的匯編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這不是我說的 是杜偉銘說 杜偉銘批評余英時的商人精神那本書 他說這本書就是沒有問題意識 不曉得他要提出什麼東西 我這本書是有問題意識的 所以我做過三個辯論 來討論1949到1964之間 台灣最重要的政治議題 雖然我講的是三個人的辯論 可是我的辯論裡頭 旁邊分出來的問題 都是探促到 這個十年之間 台灣發生最重要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 就是我要找出問題性 就是我的問題性是什麼 所以我每一個都是要解決解謎 比如說胡適有沒有幫助雷正 在雷漢裡頭 這是一個我要解釋 第二個 胡適跟英海關的三次辯論 為什麼 這個問題其實是李永思問的 他為什麼要把寬容比反叛重要 挪用成容忍比自由重要 這是李永思問我 為了李永思問我的這句話 我多寫了三萬次來解釋 這個三萬次我本來就是要寫的 可是我想放在另外一本書裡面 胡適跟蔣介石的我用深層結構 來形容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我寫了胡適之後 我必須一定要補寫英海關的這一段 所以這個大概有五六萬次 是我最後來補寫的 那這裡面其實就是我要解決一個問題 胡適跟英海關的晚齡關係 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大題目 很多人寫 中國的學者寫 台灣的學者也寫 我想薛教授可能最了解這一個 那我寫的這一個 英海關不是跟蔣介石的關係 或者說是英海關跟蔣介石的關係 我所看的資料裡頭 沒有人向我寫得那麼完整 尤其是大家都看到我寫胡適 他們比較有興趣是寫胡適 但是我覺得我寫的英海關這一段 是很多人沒有真正的把它還原 我也是剛剛很多人講 願意跟英海關做朋友 是確實的 不會有人喜歡英海關的 你去看所有的 是懷念英海關的人 念華麗說這個人 這個態度這樣子 我不能跟他交朋友 跟我住在一起 他們兩個人住在隔壁 李遙說他態度這麼壞 所有的人看過英海關 或是英海關很冷漠很無怪 這是所有的 那英海關為什麼那麼奇怪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題目 大概你看到了 大概就是知道這個人是怪人 可是你要去看一看 他這種奇怪的個性怎麼來的 他奇怪的個性 跟他的思想有關係 我這句說 等下講英海關 我把它補充 講為什麼英海關那麼奇怪 這個是不是沒有道理 是有道理的 我再講最後一小點 胡適跟英海關是很不一樣的 胡適是一個giver 他就是專門給人家東西的 你只要看胡適日記 我們現在講胡適了不起的地方 他幫助別人 他自己不打算自己的經濟 他能夠幫助所有的人 我舉一個彭妹妹去加拿大 Magill 第二年要讀博士 誰給他錢 胡適給他錢 何秉帝 那時候胡適大家都知道 他1950年到1958年之間 是沒有工作 無業有名 何秉帝也知道他沒有錢 就替加拿大的一個大學 跟胡適買一套大賬金 胡適跟他講 何秉帝的用意是說 我這一個是幫助胡適 買書錢是幫助胡適的時候 胡適說不行 這一套書我已經答應送給哥魯比亞 所以胡適一直跟唐德干講 說到了老年人一定要有錢 你沒有錢你生活很困難 英海關到1954年到美國去 胡適請他吃飯 然後告訴他說 你只有一年 我想辦法再給你增加一年的生活費 這個是胡適被人好的這一部分 那雷案發生以後 他就幫自由中國的人找工作 金城義就跑到中央研究院去 他說我自己付錢給你 後來當然是中央研究院付錢 很多人說附落成說陰海關雷案發生以後 就拒絕跟胡適見面 這也是錯的 胡適過世了他去了 而且陰海關因為被台大的教職被剝奪 他跟胡適講 請胡適幫他寫介紹信 到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 這些都是胡適做過的 胡適對人多好 我只講一件事情 這是何秉蒂的回憶錄也講 何秉蒂從美國到住在胡適家裡 有一天他幫他管家拿了一張名片說某某人要來見你 胡適看著那個名片皺了眉頭搖頭 還不想見 最後他說我還是去見他吧 何秉蒂在房間裡聽到胡適哈哈打笑說 我們好久不見了你最近怎麼樣 你這又搞什麼新東西呢 高興的不得了 這就是胡適 你跟他在一起如目春風 所有的人的回憶都是 那我現在講陰海關的古怪 我只講幾件事情好了 第一件事情 自由中國有一個員工 大概是編輯還是什麼 他很討厭他就不來開會 他們每個月都要開一支編輯位移 雷正就跑去找陰海關 你為什麼不來 說陰海關說我討厭這個人 所以我就不去 第二個 羅家人有一天他們開會 羅家人來了 他們就把羅家人也約來一起開會 羅家人上台了就講 侃侃而談 講他做印度大使的事 拿出一篇文章來念 陰海關就很氣站起來說 請問你的這件事情 跟我們今天討論問題有關係嗎 羅家人就下不了面子 還有一件事情是 夏道平跟胡適都寫過的 雷案發生以後 民主朝請了一桌飯 還有兩桌 胡適、陰海關都去了 在座的陳啟天 批評了雷正 而且用報上的一些理由 這個陰海關就跟他講 你講的話我一句都聽不懂 胡適後來回去 胡適跟胡適講說 陰海關的態度不好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兩個人真的是 在性格上面也不一樣 我先講到這裡 下面有我在說別人 好 大家怎麼沒有鼓掌一下 謝謝 那個名字 很多人 很多人的名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這聽這樣講 好像 不過因為我們 金老師有這種 偵探式的手法的趣事 即使我們不知道的名 聽起來津津有味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 薛華為老師跟我們 金先生太厲害了 如果我寫論文 能夠跟你講講 我覺得比較有成績 我的文章 我就有太太說 要文章寫得像我這麼枯燥 也要經過一定的訓練成果 我是很認真的 就是金先生剛剛在講 我比你們其中的某一些人的贊品也是 他講的人我都認識 只有這樣而已 實際上我對這部分來講 遠比金先生差一點 是 你剛剛講的是因為 那因為是我的工作 為了我的工作 是要拚命的去處理這些事情 那金先生剛剛問我說 我什麼時候開始做自由中國 我喜歡自由中國 我讀了書的時間 比我的老師跟朋友們都晚 我大一開始讀自由中國 我以前沒讀過 那我看的時候 我最早 自由中國最早知道的是 除了胡適之外 就是英坦荒 連在你開始也沒那麼印象 因為我老師講 英坦荒怎樣怎樣 因為我老師上過英坦荒的科 所以我就很認真地去 那時候政大剛好回到自由中國 我就去找 這樣 後來實際上我的博士論文 本來就想寫這個 後來因為我的教授李永之老師說 我那時候真的要寫憲法 他說你憲法搞了那麼久 你會把憲法寫完嗎 你後來有機會再寫自由中國 所以我自由中國 我出版的授心是1996年 也沒有這個多久 我是1992完成的 我花了4年把它完成 那因為這個過程中 我有機會重新來寫思 雷震 英海光 胡適之盲 那金仙應該記得 當時你爸爸第一天問他 是在我辦他的會議總統 那金仙跟我講的那個 胡適怎樣怎樣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性情是什麼 胡適對我來講 本來就沒有在神壇上 他就是一般的人 可是一個很好的人 至於你們看過什麼胡適什麼 會不會怎樣的 這對我來講 因為很早以前我是聽過 所以我也不覺得很特殊 可是我覺得胡適是怎樣的人呢 不好意思啊 我因為從小就很喜歡胡適 他只能沒有在神桌上 我就記得 我胡適的記也沒有全部考 可是我一看到見蔣介石那一天的記 也沒有心意就看那一天的記 那一天的記 那一天就能忍 你知道嗎 不是靠原書我讀得很辛苦 可是那一天的記 特別能忍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情緒非常波動下 在寫那一天的記 就像金仙寫的 剛剛講的 胡適本來期待說 我不要那麼高調 我輕輕地講 雷正是暗默 這樣應該會幫雷正要到點東西吧 我認為這是胡適的想法 他竟然講戒指 我認為他不用等他判決了 他回家那麼激動 他一看就了解講戒指 這就是很強烈的在處理這件事情 那這是一件事情 像雷正的女兒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徐環 你知道胡適拿獎一折錢嗎 這好像不是什麼新聞 我跟他講說 了解這個好像應該OK吧 可是對於雷美以前 他是不是拿了獎一折錢 所以他沒有幫別人都交電話 我的感覺是 我比較溫柔的去理解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這比較像胡適之的個性 胡適之在年輕的時候不是這樣 你看他在新烈雜誌的時候 罵國民黨 哇嘎 那多辛辣 可是自從蔣介石的對象 知義之恩開始 我這是比較像傳統的文人 他是自由主義者 可是這個傳統的文人 只是他做的事情比較溫柔一點點 比如說我們常罵郭沫洛 郭沫洛相對 對不起 這個你指 忽然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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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稍動一下 對 郭沫洛實際上是 在中國大陸一個左派的文人 實際上他研究中國古代史 我個人認為也做得不錯 但是郭沫洛呢 據我聽到的 這算是八卦消息 應該要考慮才行 聽說郭沫洛回家去 他因為有婚姻 我看他老婆他不要 他覺得應該要追求自由的婚姻 那根本就不應該回去 你回去的這個態度 對我來講這個 這很糟糕 那胡適之呢 實際上是 每個人都叫胡適之 本來就不喜歡他的老婆 江東雄 可是他會有他媽媽 他會維持這個婚姻 那江東雄也很兇 大家都知道 可能他可以拿把菜刀出來 也行到這麼兇難的地步 那胡適之他就 有沒有話異不斷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好歹有努力有沒有 想維繫這東西 這兩個比起來 傳統文章不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常說 胡適之每天罵這個傳統的 所謂儒家文化 可是他的表現 對我看起來他就像 這樣子 對不起 因為我非常不喜歡儒家文化 這一點你們可能不了解 我的高中同學 我們常聚會他看到他說 我在高中的時候就因為罵 口叉叉 所以我同學就把鞋子從下面丟上來 你怎麼這樣罵我們的聖人 然後我就說 那是什麼東西 我就抓起來把他們回去 反正我就不喜歡他 那可是這是說明說 我覺得胡適之力 我這樣理解胡適之力 我覺得他對很多動作 他很多作法 我可以了解 請注意 你了解的意思不代表你接受 所以我知道他這樣做 就這樣也是正常的 我是這樣來理解這件事情 那對我來講 胡適跟印韓光 我比較喜歡印韓光一點點 但是胡適 剛剛已經先講很多話 胡適也講過 我自己在讀那個雷正在參與這個反對黨的歷史 有句我的錯誌 雷正在參與反對黨的歷史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過去認為雷正跟自由中國主黨 中國民運黨的主黨運動 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這個主黨運動是台灣本土精英主黨的主黨運動 所以在1957年1958年 你去看雷正日記 他對這個主黨運動是抱出的 不是很出處 保持距離感的這種態度 可是到1960年 蔣介石三連任 人怎麼樣 剛剛講說胡適可能去了 對不對 可是對雷正的問題 胡適說 我認為胡適也不希望講這三連任 只是他動作上這樣說的 對不起這要理解 你可以不喜歡一件事情 可是你可能會做另外一個動作 因為人的價值 人的角色是多餘 胡適就是這樣的 所以所有的都可能不用罵他 相對於雷正 這是反對三連任 他什麼要講的 反正都已經寫自由中國 你看把蔣介石比譯為草批 然後他講的酬安慧 袁世凱 陳迪那一段 對不對 就那一篇著名的大家連損那篇文章 給毀縣測動者的警告 他都已經寫到這樣 那一篇文章的雷正 他怎麼可能去支持蔣介石 他就不去嘛 這個動作是不支持 可是他問雷正說 雷正問胡適說 怎麼辦 胡適很回答的時候 要跟台灣人站在一起才有意料 這廟在胡適的日記沒有 就在雷正日記 我每次要對他這個東西很奇怪 反正雷正日記有 結果什麼人胡適的日記都沒有寫 這是我對於使用日記記 對我這件事情 我有時候深深的感到恐懼 就是說雷寫不代表沒有 我也認為雷正不需要造極 他跟胡適是寫日記不一樣 胡適是知道他日記以後都有人要看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寫日記是給大家看的 不是寫給自己看的 可是雷正不需要這麼寫說 胡適跟我講什麼 所以我常常覺得 後來我就不小心看到一篇一封信 那個信也沒那麼重要 不過你可以聽聽就好 那個胡適從中文刀跑出來的時候 帶來都可能沒有錢帶出來 後來有人就出了一本 胡適什麼異常書信之類的東西 裡面就有封信是台灣人心的胡適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大概中國還沒有文件 那結果胡適之後 希望胡適能夠緩鄉民 因為大家知道胡適的爸爸胡鐵很好 在台灣等我過來 胡適同年在台灣等我 那我不太了解是怎麼樣的心情 我們都知道胡適有那個心臟病 他怎麼可以晚上不睡覺搭夜車 從台北跑到台南去 就要去參加他以前的故居 當時那個台南的學校 那一個點 所以我為什麼說是傳統 這都是傳統文人會做的事情 你問我 我也覺得我是蠻溫情的 可是我說我年輕的時候我會不睡覺 趕下去OK 因為我現在說學完你那部分今天晚上不要睡覺 你趕下去難不差怎麼會 我會慎重考慮 像我的體力大概每天八點鐘 就陷你精神框半昏迷狀態 已經一進兩三年了 所以對我來講 可能我是不會做這事 所以我覺得不是這是一個念舊情的人 我是這樣來理解 所以相對的他做什麼事情他也覺得 是不是能夠做一定的處理 他那時候也蠻凶啊 當年那個彭夢淨跟雷震發生衝突的時候 有大家知道 不可 政府不可誘民怒罪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就是台灣如果跟那個標準 好像常發生 簡直在釣魚 聽過嗎 我會不會釣魚嗎 這是政府誘民怒罪啊 胡適是那麼兇 不過雷震不會妥協有沒有 登一下那個 來這個道歉的信 胡適就寫信難道要辭職 然後要求一旦跟公開信 搞到最後 只好跟那個層層的信來平衡一下 那這個時候 這個胡適是兇悍的 可是這個時候胡適這種兇悍 他沒有維持人權 當過的時間他就想說 他那發現自由中國跟國民黨摩擦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希望的是一邊保全自由中國 可是希望能夠 用像話說 息事寧人的方式 你不要一直動一動吃去國民黨 就是這樣 那相對英雄國民 我覺得他不是 英雄國民主義 就是要救世論事 那這個狀況 救世論事 對我來講 我為什麼佩服他就是 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那個時代救世論事多困難 面臨多大的壓力 但是英雄國他可 英雄國跟紅塔關係 不是應該比胡適跟紅塔關係 在你上還要更深吧 可是英雄國我覺得相對執著 這價值抓到 他如果標準那個價值 可以這樣看一下 然後你再看連案發生 胡適當然 我認為胡適有救援他不是沒有 不過他的救援就是太溫柔了 太傳統的以為有效 沒有那麼有效 他高估了自己的份量 所以有人看就是說 胡適如果在國外不要回來 在美國罵兩聲可能會更有效 所以有人怎麼會這樣期待 我們來臺灣 琴聲細數 好 這 跑去見講的是什麼 這樣這可不可以 沒有人看到 這個相對 那英航空做什麼 對不對 我們應該繼續講 英航空做什麼 英海關跟夏道理跟宋 他們登了一個廣告 如果雷正 我一看因為說只有中國言論違法 假如雷正是因為這些文章怒罪的話 這些文章很多都我們寫的啦 在那個時代 這是何等的心情 有人因為寫文章被這麼關起來 你現在起來說 那不是他寫的 這些很多是我們寫的 那就是典型的願意共犯難 而且那共犯難不是那種說 事情來一起扛事 那準備一舉就是用這個行動跟國民黨 表達對這個逮捕的抗議 對不起這個當然有無效 我表達起來你感覺起來 我覺得 大家當然覺得英海關有GAS多了 真的是 講白一點 我自己做不到 我活在那個戒嚴的環境 我的成長的過程 要這麼勇敢 有困難 超越我的能力的話 我也沒有準備承擔那麼多 雖然我大學畢業就參加團隊運動 在打畫雜誌寫文章 可是我沒有準備那麼勇敢說 有一個人被抓好舉手說 我也是這樣 這個我覺得這真的是 一種道義的行為的勇敢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配合 那因為這樣的理解是兩個個性 所以包括當他們講什麼 來這個胡子什麼說 什麼容忍多重的講半天 那今仙是 不是 今仙是在解釋胡仙 怎麼去把這個做一個扭轉轉換的過程 那我想到是什麼 對不起我沒有 我直覺上沒有這樣回答 我直覺上 我以前教授學問過 我的回答是很直接 我說很簡單嘛 對胡子還講就是 他都那麼兇嘛 你要不要妥協一點嘛 可意見 accountable 他想的是這個 可是對 你還關我講的是什麼 你居然有點權力 你應該表達 對強者 要強者讓步 這個才是一個合理的作為嘛 你怎麼叫我讓步呢 我就已經一無所有了 他都那麼兇不講理 你應該跟我站在一起批評他 大家對 我想這是一個真的是一個個性的不一樣 導致的這樣一個發展 就我剛剛講 因為我本來就對我來講 胡適本來就沒有在神壇上 所以我本來沒有其他那麼多 因為我本來沒有其他那麼多 所以我沒有那麼多的失望 所以相對我容忍就高一點 所以容忍還是比自由重要 沒有啊 你現在用我名肚子 我沒有 我只是在解釋說 為什麼 在這過程中 我當然佩服一台包 OK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 我理解胡適 OK 就是因為我沒有像很多人 有期待那麼多 像我的 我師弟劉濟 劉濟濟是在政大教授進來實驗室 他進來做進來實驗室 全部都讓給他 我不假的 課都上過 沒有那麼多時間上課 那他就說 他以前最仇敗胡適之明 他最仇敗胡適之明 他最仇敗胡適之明 他看我說 你怎麼這樣子 我說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就像我喜歡鄧麗君的時候 他說我喜歡是咪咪是咪 他現在自己喜歡鄧麗君 沒得一直放 我說這可以不要換鄧麗君嗎 他以前不喜歡嗎 我喜歡很多啊 可是你就喜歡他一個 然後每天這樣 不斷的只要上車就 讓我不斷的活在那個氣氛裡面 這壓力量 我的意思 各位懂我意思嗎 最近我們又見面 那有些那個說 他覺得他的胡適沒有以前那樣 胡適不一樣 我說你以前就是高顧他了 高顧了之後結果你去檢視 譬如我如果讀進行的文章 假如我不是早就把胡適放在人間 那我會多失望啊 那怎麼這樣啦 就軟趴趴的 他軟趴趴有什麼喜愛 胡適晚年不就是應該這樣嗎 胡適晚年不阻擋 你不阻擋現在這台不阻擋嗎 我要跟你講的更難聽一點 當大家準備阻擋的時候 他說你要不要考慮跟民社黨 上去賣一群合同等 你知道胡適這個回答是什麼 然後我們來討論一下人生觀論章 真的真的 精細核心 他這關論章是民國初年的事情 我現在已經講到190在台灣 大家組織和對黨促進自由民主 胡適的價值嗎 你可以說我們來討論一下人生觀 你剛剛可以講說 對胡適來講 因為他念念不忘 耿耿於懷 他要處理 可是很明顯那個比重不均衡 但是這就像胡適之 這樣就像胡適之 這樣理解 所以胡適說他不當黨 那當然是 年紀就不當 胡適是年紀大 這種情形之下 就導致於我剛剛說 我同情他多一點點 但是因為對比 我剛剛說對比不公平 因為他表現得太好 胡適跟他在一起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常常覺得我跟某些人在一起是歷史的無限 我為什麼要跟他同時做一題 我要問他換個地方 我覺得我表現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你表現不錯 你在那旁邊 怎麼努力都很困難 所以我的研究最常做的就是換邊挖去 就一起努力到結果我發現 完不下去了 那我換個題目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看我的文章 你怎麼想這個文章 一來說我興趣一向 本來就會想說廣告 很多東西想做 二來是因為我常常覺得 到這裡我只 哇有沒有機會現在突破 有些人可能想頓舞 那我覺得我看沒有什麼機會 沒有什麼機會 那可能那麼多東西原型 那我就可以選擇其他 那胡適噴到硬海光 那運氣太長 他好像不是噴到漁光中嗎 那這一筆就是什麼 比你行之獎 對不對 那這一筆的胡適是 你看如果今天的頓底叫 胡適至漁光中 那你認為在他二十張 就讓地位怎麼樣 那高下力見嘛 對 絕對比今天的對比更明顯 那就是 因為這樣對比 這樣大家還是不太懂 好 多講 你這樣講 你還是要多講一點 對於光中 現在你都已經開講了 我想說等到第二輪再來 現在你要講 我把它講一下 這是胡適怎麼跟余光中比 對於光中怎麼跟胡適比 對於思想引進 對於自由民主的知識 這個強度 當然余光中比什麼 余光中可能寫詩寫還可以 文學寫得不錯 這些純屬 對我個人而言 是一種有休閒休閒的事情 但對自由民主的發展 沒有什麼貢獻 對自由人權的發展 沒有什麼貢獻 沒有貢獻就算了 有貢獻 要不要互做兩爪 一種什麼 被迫做兩爪 被迫做兩爪 我們同情又沒辦法 可能家人被這邪惑等等 有人主動做兩爪 歷史這一點 難啊 難的意思說 想幫大家理解一下這種困難 剛剛也都不能理解 這一點是完全不能理解 這個意思一定要付錢 意思就是這樣 OK 你們再明確一點 你是說余光中 是屬於哪一種撩杯啊 他才是在慶寶 我們最近講兩種 到底是哪一種 他是被寫過 他男是主動 他男主要寫過 他是主動的 他是主動的 他是B型的 對不起 A型被迫 B型主動的 我正在提示說 相對 我補充一下 鷹海關做廖北亞的事情 就是 鄉土文學的時候 鷹海關寫 對不起 余光中 余光中 寫了一篇欄來了 我那時候訪問 徐富光 徐富光說那是雪笛子 徐富光後來寫了一篇 海峽兩岸第一人 捧 陳映蓁 其實他根本沒有看過 他只看過陳映蓁一篇小說 其他都沒有看過 他是要救陳映蓁的命 王小波那時候找徐富光說 徐先生我來是要你救命的 那講廖北亞這個事情是 余光中把這篇文章寄給王生 跟王生講陳映蓁要處理 王生拿了這一封他的信 找鄭學家另外一個研究共產黨的 鄭學家就跟他講這個事情你們要處理 這個就是余光中做了廖北亞的事實 這個是鄭學家講的 那這個事件是誰透露出來陳映蓁自己寫的 他有名有姓 這就是余光中 後來我看到香港有人訪問余光中 問他這篇文章 他說這一篇文章 我一生裡頭最不願意再看到 他說我那時候為什麼會這樣寫呢 他說文革他看到太多 聽到太多 他覺得台灣還有人要學哪一套 他看不下去 但是他也認為他這篇文章寫得很粗躁 那鄉土文學論章有一個選集 不知道是哪個處 遠景還是什麼處 玉天聰編的 現在都還有我們去圖書館找 余光中的文章就在裡頭 這個廖北亞的實話我先說一下補充 今天他講起事也能比我多清楚 國家好排泄 剛才講過 我如果文革都跟他一樣 我相信我的論文一定會有大大的掌勁 你是說以後不要跟他同台就是 對 換另外一個地方再開始 今天來是不好意思 實際上新出化每個人就應該到 可是那一天他跟我講說 我實在是 我不知道在忙什麼 我這真的是忙到不得了 一點不好都沒有 所以同台我應該是要另一場 那天還有那個什麼好過世 對對我學弟過世我要主持他的話 或者那一場我追思 所以 這真是都是主意 不得已 所以我覺得今天應該來 就是這個原因 那我繼續把剛好講 我說這個比較 還是沒辦法解決 根本性能不能講 那就是今天的場合 胡適就是本來也還好 你各位懂我意思嗎 我剛剛在比較只要希望大家能理解 歷史的定位應該打開來看 那麼多人擺在哪裡 那胡適的位置在哪裡 我要講的是這個 OK 那可能表現還不錯 可是呢 你也可以說一光中比一線的海航 因為人都比來更糟糕 OK 這比較 可是問題就在這裡 因為今天的相對比 是英雅光 那英雅光有什麼想法 這個做了無辟 做了不好相處 這些大眾社會有任何的傷害嗎 可是英雅光主張 這個大家要多談邏輯的論證 主張自由 主張民主 這些骨灰 這些談的這個民主 是有貢獻的 所以這位置一睹 我常說歷史學有時候無情 就是相對位置的比較 一筆下來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我就覺得 在這一個論戰裡 比剛剛講這一個論戰裡面 那英雅光就贊助嘛 站穩呢 要以自由民主作為基本價值的這一條線 站穩呢 可是自由民主不是胡適之從年紀一直鼓吹 是 可是面對壓力的時候的選擇是什麼 我剛剛說了 說有一些事情 網路要做得很厲害 所以我同情胡適之的處境 可是問題在這邊 兩個正在一起比 這有什麼辦法 歷史就是環軸或必留下成強 所以比較之餘 不是什麼還是什麼 你就知道 現在這邊是血 這個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用來做為他們誰優誰列嗎 所以背後還是有一個價值在 是啊 所以剛剛就是說 因為胡適之絕對不能反對 我們認為自由民主是一個對的價值 因為這是胡適之的價值 也是印海貿易的價值 所以這是共同的價值的比較 相對性來看的時候 在面對 我不知道不太喜歡 車屋蔣介石的獨家 他可以有其他車屋 還沒想到適當的 不過面對這樣的一個 親愛人權的政治體制的時候 很清楚 印海貿這一棍的價值的堅持 本角色也很超過胡適 所以胡適 對不起 這兩個人也說 你知道嗎 你就落居下聖 所以我是這樣的理解 那 這是一件事 然後我想容我再講一點點 因為我在十幾年前 受那個印海貿易的誤託 像是誤託 他就叫我說 他做印海貿易相關人事的訪談 所以我覺得印海貿易相關人事的訪談 就只有這樣 因為他學生講的他也是蠻有人的 不是說這麼 好像不好相處的人 就覺得OK的一個 那在這裏面相處的人 我覺得印海貿易 有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文章不快能夠出來 是因為受訪先生過世 他雖然簽署有同意書 我覺得應該問家人 尊重家人比較好 那那個受訪者是許登元先生 許登元先生可能他不知道他有什麼 他實際上是印海貿易最器重的邏輯的地主 所以許登元大學畢業印海貿易在台大法學院上的邏輯的課 很多都是許登元先生去賞 例如說台大基金系的課就是許登元先生去賞 那許先是相對是印海貿易 如果是外省的他是台灣人 OK 所以他自己說的 原來是一種束縛的台灣民族主義的事情 可是到了美國去以後 許先的立場有一些轉折 然後我剛剛要接受我謊談說 但是我要接受你謊談 原因是什麼呢 我覺得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印海貿易的邏輯 印海貿易思想的發展 為什麼最終要主張自由民主更重要的事 他覺得台灣要主張台灣獨立 這是很重要的一塊 剛剛在講說大家都以為自由中國有沒有 主要是雷震去或是護震參加反對黨的一種 實際上印海貿易帶著喜登元群 喜登元群 喜登元群講 因為雷震去也才會見到雷震這些人 所以換句話說 印海貿易先生除了剛剛這個對比之外 他在思考台灣整體的那個架構上 這就蠻厲害的 因為活著是從來沒有機會 因為他我不想到以後 他如果活著就不繼續想 因為他不久之後 自由就換出了 他心臟病化 他也沒機會好好想 印海貿易有思想就進到另一個階段 我個人認為 對他來講他應該希望中國有機會自由民主 這應該是他的價值吧 可是更重要的是他對活著的地方 這塊土地的自由民主的價值這件事情 他能肯定 如果有機會大家去看他的文件 現在講的事情對於一些講的 再回去看 印海貿易他不知道他自由民主的時候 所謂外省人的優位的地位有沒有 會產生改變 他當然知道 就是因為知道這些評價 就更值得大家注意 身為比較優越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認為OK 應該要怎樣來做台灣的發展 這個這樣的時候 他居然能夠拋棄省籍的這樣的一個 我們認為所謂的省籍的情景 在思考台灣的真體 自由民主發展的地方 這件事情來講 對 因為這應該超過金仙 這一次要寫他 以後要寫印海貿易 我認為他就寫到這一國 那我認為 他的評價不只是跟他身邊人 他的評價要放在整個戰後台灣 整個麥肉裡面的思考 這樣的一個人的思考 從原本 從批判國民黨 一開始批判國民黨 慢慢的走向留在台灣 要能夠發展出一個自由民主的可能性 那這樣 這當然跟印海貿易主要是 緩攻大陸的這種 認為沒有這個機會 那這個時候他還選擇什麼 所以自由民主的優惠性 在他心目中的價格 那這一點我覺得 在掌控整個自由主義的思想裡面 應該給印海貿易主的比較高的評價 謝謝 我們再請金老師好了 再請金老師 我們再花20分鐘 我先回答一下 就是 薛老師提出來的比較問題 就是為什麼 胡適跟印海貿可以評價 胡適跟於關中不行 胡適跟印海貿都屬於自由主義集 於關中從來不是 你看雷正的書信還是日記 他早就批評過 余關中是個御用學者 這個是在雷正的日記還是書信 我現在不記得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余關中從來就不是一個反看型的 他是一個可以做令城 可以做拍馬P的人 他寫過蔣介石 他的肉麻跟張曉峰寫獎 甚至肉麻差不多 不能足毒 他現在也可以跑到中國去抱中國的大腿 我們對中國為什麼那麼討厭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價值上的問題 你多強對我來講 我沒有意義 你多有錢也沒有意義 中國是一個不可能發展出民主的一個 怎麼講呢 就是這個傳統就不可能開出民主 Benjamin Schwartz問過一句話 他有一個會議裡頭 他說你告訴我 中國有什麼時候實行過民主 沒有 所以中國文化開不出民主 對我來講是一個定論 OK這個可以辯論 另外一個對胡適的批評有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胡適是美國人看中三個人 一個吳國貞 一個孫利人 一個胡適 多要請他們三個人取代蔣介石 這多是有違憲 都有答案出來的 胡國貞被誘放 孫利人被誘求 最後 那個魯斯克他們的國務卿 找胡適 叫他出來取代蔣介石 這個在誰呢 故維軍的回憶錄裡 胡適就說 我沒有power base 他說我不能夠 他說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 儘管美國人 你們多不喜歡 多麼不喜歡蔣介石 只要有蔣介石 你美約就不給 但是我告訴你 沒有人可以取代蔣介石 這是事實 胡適是很看得出政治的形式 對胡適的批評 我覺得大家認為說 你為什麼不要拿著我胡適的聲望 跟蔣介石拼一次 我看起來 蔣介石也認定胡適不會做 為什麼胡適跟英海光不一樣 因為時間不多 我只講一件事情 1950年是個決定性的一個時候 1950年1948年 蔣介石要胡適到美國去 他跟胡適講 因為我寫過一篇文章沒有發表過 胡適跟蔣介石在1949年以前的關係 1949年 剛剛講胡適拿蔣介石前 1944年 王世傑到美國去 就給了胡適六千美金 告訴他說 他那時候大使下來以後 從來沒有再回國過 他說你就回國數值 這個就是你的旅費 這是他們拿的 我們看到文信裡頭的第一筆 胡適 1948年 蔣介石那時候已經政權不保 蔣介石要胡適到美國去 我的看法就是 給胡適一個很大的 favor 那時候 選擇 知識分子有三個選擇 一個選擇 跟著蔣介石到台灣 第二個想覺得 陳穎雀也好 所有的這一批人 他們都是官萬 就覺得 共產黨到底怎麼樣 我不知道 反正我過去跟國民黨 也沒有什麼淵源 所以我可以留下來 第三種 就是跑到香港 跑到日本 另外還有一種 是我父親這一種 我父親在共產黨到了我們家鄉溫州的時候 他沒有走 他說 全世界的政權沒有像蔣介石政權那麼壞 所以我為什麼要怕共產黨 這個是他留下來的一個理由 這是一個孤立 不是完全 1949年 共產黨到了我們溫州 開始鬥爭 把校長 訓導者們 會在操場上鬥 我父親看到以後 怕到了 1952年之前 從中國 共產黨已經佔領了 這個中國 我看到一個資料 52年之間可以隨時來回 馬英九的爸爸 就是從台灣跑到中國去 然後又跑到香港來 他那時候為什麼我講 蔣介石給胡適一個Favor呢 胡適 但是那時候的台灣其實是不保的 沒有人認為蔣介石到了台灣來 共產黨就不能夠跨海把他占領 沒有人有保證 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馬赫林那時候先到台灣 又跑到香港去 就是怕共產黨解放台灣 這個都有違憲 那蔣介石要胡適去給他一個最好的選擇 你不要到台灣來跟我們共產黨離去 這個是沒有宣誌以口的 我有個盤證 盤證是什麼呢 蔣介石叫王世傑去英國 王世傑說我不能夠為了國家有難的時候 我逃走 所以你不到台灣來 就不是共富國呢 那胡適會不會 所以不要以胡適持感很強 胡適是一個好面子的人 如果蔣介石不派他到美國 他不會去 他一定到台灣來 跟胡適年一起 但是蔣介石打開了一個方便之門 所以你去 這個是胡適到美國去 我的判斷就是給胡適 這是To be or not to be的一個最好的選擇 這是一個 第二個 蔣介石跟胡適講 你到美國去 我不要你去募款 我也不要你去做軍援 我也不要你去做別的事 你幫我去看一看 就是沒有工作 但是胡適到美國九年有什麼工作呢 如果你看徐富光的文章 看雷震的日記 你就知道大家都認為 胡適替蔣介石去做美國做宣傳 宣傳兩個字是雷震說的 是徐富光說的 胡適到美國是有工作的 替蔣介石做宣傳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 胡適到了美國去以後 沒有任何工作 也不在大使館 他的薪水從哪裡來 他生活費九年誰給他的 現在有很多文章出來 從52年到56年給了他九萬美金 我的文章的考證是 52年之前 蔣介石有沒有錢給胡適 52年到56年 誰給他學余國華 余國華 余國華是蔣介石的親戚 有一大筆錢交給余國華來管 胡適的日記裡頭 沒有一個字提到余國華 余國華在有一年 蔣介石首令給余國華說 今年是胡先生的生日 你帶一萬塊錢到胡先生家裡去祝賀他 不是一個字都沒有提 不是余國華每年給他錢 他一個字都沒有提 為什麼 這不是很奇怪嗎 好 1956年余國華寫了 上層的公文給蔣介石說我要回台灣了 1956年以後 我不曉得將來會不會有答案出來 沒有看到獎債給錢給胡適 有趣的 我的考證有趣的 1956年那一年 胡適決定回台灣 余國華前腳走 胡適後腳就跟著走 那代表什麼東西 他在美國沒有工作 他工作都是打零工 那我的問題就是 1948年到1952年之間 蔣介石有沒有錢給胡適 沒有任何證據 但是呢 有一個盤證 大概是52年左右 余國華到顧維軍來 給了他兩萬美金 跟他講 蔣先生說這兩萬美金 你不用報公站 給你做宣傳用 顧維軍是大使 有薪水 有辦公費 他的錢很多 蔣介石為了做宣傳 特別給了他兩萬塊 那我們要問 胡適一毛錢也沒有 也沒有工作 蔣介石不會照顧他生活嗎 一定有 如果從顧維軍的這個事件 來看胡適 我認為一定有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剛剛這個 這個 薛教授也問 胡適能不能夠 在美國說話來對看 這個蔣介石 這個我後來再回答 我先回答 第一個 他到美國工作 是為蔣介石做宣傳 第二個 他的經濟是靠蔣介石拿的 第三個我的考證 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注意 他在美國拿的是什麼護照 他拿什麼護照 大家聽起來好像在美國很容易 我去了美國就可以住下來 不是 很多的這個學者 一九四幾年跑到美國去以後 為了在美國拿居留錢 費了很多力氣 胡適呢 我這個考證很細緻 他給這個趙元仁 胡適給趙元仁的姓是最有趣的 講的都是真的事情 他給趙元仁寫信 說 我現在自己的這個居留權都沒有搞定 我太太呢 要從泰國到這個美國來住下來 我怎麼辦 另外講這個 張東秀就是他太太 他太太在泰國 胡適呢 寄了六千美金給他當女費 後來這筆錢呢 沈齊 泰國駐聯合國的水利專家 我認為他是蔣介石的人 他的回憶錄裡頭有講 他進獎也是 把這六千塊就寄房給胡適 在胡適的日記裡頭 省儀寄六千美金 或存在哪個銀行 這個都是 胡適的日記裡頭是不講錢的 他只有一次 不曉得是五幾年 他說他一個月花多少錢 大概是九百美金還是七百美金 我不記得我要去查 那這個代表什麼是 胡適的日記裡頭沒有錢 跟魯迅我也是一樣 魯迅每一筆錢他都寄 買書的錢多少 今天收到多少稿費 每一筆都寄 這個我認為 魯迅是留置的 我爸爸也是在日本很久 他們的習慣有個共同的 就是每一筆站都寄下來 每一篇文章發表他都寄下來 胡適不寄 胡適我們也講公平的 胡適是個很大方的人 他捐錢給自由中國 他捐錢給很多人 這都是事實 所以胡適你說得了不起 當然了不起 因為所有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學術的路子 基本上都是胡適開出來 這個跟我的文章無關 我跟我文章有關的就是 反對黨我為什麼沒有寫 因為我的主軸是 因為海關軍不是在變容 反對黨不在這變容 第三個我現在講 他的拘留錢後來怎麼解決的 他的拘留錢是透過大使館 跟國務院申請 所以我要考證一下 他拿的是A1還是A2 A1是外交官 A2是外交官的外交人員 A2是比較低 你要到任何地方去 你都不見得能夠再回來 A1都可以 那胡適 我的考證就是說 胡適到底拿的是A1還是A2 我的一個盤證 是宋子文跟另外他的年紀 宋慶龍的太太小姐 對孔香西 他們兩個人在美國 有一本宋家王朝 就講他們兩個人在美國 用了什麼護照 他們就是A1 他們A1根本也不用報稅 什麼都不用做 胡適有報稅 他的日記裡頭有 所以胡適到底拿的是A1還是A2 我不知道 我跟胡適紀念館調了一份文件 就是他的護照 我好像有帶來 他的護照是1959年重新給的 新護照 舊護照沒有 是A2 也就是說 他是外交護照 沒有問題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的工作是 蔣介石的工作 第二個 他的經濟是蔣介石給的 第三個 他在美國的經濟權 是蔣介石 他跟蔣介石 深層結構的關係 就從這邊來的 我們講就是 這個庇護關係 Petro and Client-Petro Relationship 也就是 必有關係 有個中文的翻譯 或者像中國古代的 時刻關係 所以你想想看 胡適 在1952年和1953年 Oxford 請他去當教授 他都要請是蔣介石 他本來要去的 葉公超也跟他講是外交部長 最後蔣介石跟秦孝武 叫他不要去 他就不要去了 這好像我以前在中國時報 我忽然之間外面給我一個offer 要我去做一些事情 我要不要去 我要問我老闆 老闆說可以去 我得去 我老闆不敢 叫我不要去 我就不敢去 所以胡適跟蔣介石的關係 就是這種關係 相對的 鷹海光完全不一樣 鷹海光過去他是 蔣介石的崇拜者 那我們現在要問 鷹海光什麼時候跟蔣介石翻臉 1958年 蔣介石召見鷹海光 鷹海光寫信給他太太 告訴他說 某一個重要的人要召見我 我是一個年輕人 我認為我可以跟他講正話 見了蔣介石之後 他給他太太寫信 糟透 我真後悔我去 從那一天開始 鷹海光就跟蔣介石翻臉 鷹海光是蔣介石的崇拜者 他非常崇拜蔣介石 他跟富樂成講 這些東西都是小東西 什麼 共產黨你怕什麼的 日本那麼大陸 蔣先生說要把他幹掉就幹掉 北伐要幹掉就幹掉 我們要完全服從 要信任我們的蔣總臺 這是鷹海光的 19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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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到 鷹海光崇拜法西斯 他呢 我剛才講 他跟吳士不同 他有一點 鷹海光家裡面有 我的奮鬥 中文本 英文本 德文本 他跟朋友見面 又是這種法西斯的意思 吳士是自由主義者 這個是百分之百可以確定 所以鷹海光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 他自己寫信給Fairbank 後來找工作 他說我過去 所有的極端的主義 我都相信 我現在改變 所以這些東西對我 都沒有 我都有免疫力 他從法西斯主義轉變成自由主義 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大家認為鷹海光為什麼脾氣那麼苦壞 有一天 夏道平 在自由中國停掉 有夏道平給鷹海光 從早上八點一直談到晚上五六點 鷹海光告訴這個夏道平 他的這種 夏道平說 我看起來你是一個唯理主義者 但是呢你拼命努力想做自由主義者 他說是不是這樣子 一喊過來就告訴他 從過去的法西斯轉變成自由主義者 是很痛苦的過程 他說那個是我不能夠 要承受內心很大的扭曲 他說就好像 你如果是法西斯主義者 你變成共產主義者 很容易 他說你是從法西斯主義者 變成自由主義者 很困難 他說這個難度高得不得了 就好像我手上有一把槍 我從法西斯主義 轉變成共產主義 我槍反一下就好了 非常順利 這一點問題有了 可是這個轉變非常的痛 這個是我看到夏道平的一篇文章 《進階英海關》的一篇文章 講到的 但是呢英海關自己在翻譯到奴隸之路 就是海野克那本書的一個助理 我特別提到 所以1950年 開始他反對蔣介石 到了台灣來以後 他呢 在中央日報轉民族 民族報就是聯合報的前身 民族報就是發揮自由主義的精神 他在裡頭寫了很多文章 都鼓吹民主自由 他的思想的轉變 從法西斯變成社會民族主義 就是費邊社的 社會民族主義跟自由主義 最大的不同是經濟問題 就是費邊社 社會民族主義 它們贊成的是經濟平等 經濟平等是靠什麼 國家的力量進去 但是自由主義是自由經濟 那 誰讓他轉變的呢 就是他翻譯的那本書 周瑜的爸爸周德偉 送了那本書 從那本書以後開始 他的主軸就轉變 所以他的思想的轉變 在他的書裡頭 在他的文章裡頭 周德偉都可以知道 所以他的改變 為什麼李瑶這些人 都覺得他這個人很怪很孤僻 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要變成另外一個人 這個是一個好像變遠一樣 是很難的 你要了解到他這種煎熬 這個辛苦卓越 好 這個是 他的民族報開始宣傳自由主義 然後呢 跟民族報所有的人都反了 他就跟了一個啟示 說我某月某日 離開這個民族報 然後呢 他寫信給陶希盛 因為他到中央日報去 是徐副官介紹 這個陶希盛 跟他們的社長講 讓他親眼當主筆 他跟陶希盛也寫了一封信 他說這一次事件 我已經是不能夠對付他 所以我就要離開 我也要離開中央日報 陶希盛就很著急寫了奉行 叫他一定要留下來 他說那時候重要的是 陶希盛還沒有找到第二個民族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他一刀切斷跟蔣政權所有的關係 經濟的關係 意識形態的關係 政治的關係 相反的 胡適跟蔣介石道歹不快 這個就是兩個人最大的不同 所以他後來為什麼 可以完全站在反對的地場 因為他已經跟蔣已經切得乾乾淨淨了 拿這個事情跟胡適做對 你就知道兩族人都不一樣 所以你看這個吳郭貞事件 他寫信給胡適 那一封信我們沒有看到 但是胡適 胡適把吳郭貞給他的信 胡適回他的信 通通寄給這個陰海官 但是胡適隱瞞了一部分 因為吳郭貞後來還寫了一封很兇的信 去質問這個胡適 寫了一篇反播的文章 準備要在領導者這個康務 就是胡適寫文章批判他的康務發表 這都沒有結果 為什麼呢 那蔣介石有一個lobbyist 叫做很大的叫做什麼 包括魯斯拉這一群就是 泰語Live這個雜誌的老闆 還有這個周以德 反正有一群人幫他做圓滑團還是什麼 就是支持蔣介石的一個 中國遊說團 對中國遊說團 中國遊說團的這個 跟大使館大家發動起來 把這個吳郭貞封署 吳郭貞在那一戰裡頭打敗了 敗得很慘 按照別人講他看到的這個周以的這些人 痛不有替 胡適呢就沒有把這個吳郭貞的信 吳郭貞的文章 兩封信吳郭貞的文章寄給陰海官 所以陰海剛只收到了 這個兩封 胡適跟吳郭貞來回的兩封信 那這些信後來在哪一個信 在史丹佛 在史丹佛的這個答案 胡佛研究中心的答案裡頭 那你把這個信 把他的這個文章重新做一次分書 你就知道在這個吳郭貞跟胡適的辯論裡頭 吳郭貞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重點是哪裡呢 胡適寫信給 好 陰海關寫信給胡適 他那一天寫了兩封信 一封給羅素 一封給胡適 他寫信跟他太太講 我今天跟兩個世界最有名的人寫信 一個呢是讚揚他的一篇文章 一個呢是重重的責備 陰海關的那封信 我們沒看到 但是後來陰海關回到台灣跟雷正講 講個兩次 一次是在雷正日記裡頭 另外一次呢是陳古應訪問雷正 雷正講的 那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說他們批評胡適說 你認為吳郭貞在海外批評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政府不對 他說那不是我們的國家 那是蔣政權 那不是我們的政府 是蔣介石的政府 好把他分得很清楚 1954年他就分了 所以他跟胡適的分道揚標是必然的 但是比較特別的 自由中國這個集團裡頭 只有陰海關一個人上出來 在公開正面的寫文章 批評胡適 所以我講他三次 一般來講 就像這個陰海關思想研究 認為陰海關同志 這兩次辯論 一個是反共大陸的目的 一個是容忍跟自由 其實不是有三次 這是一個一點 陰海關對於胡適的批評 我們可以看到他寫過兩篇 就是寫過這個反共大陸文章的第二次的回憶 自由中國沒有登 自由中國說我們不要在自由中國的團體裡頭互相批評 也就是說胡適批評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一定要登 其他人批評胡適 雷聲不敢登 這個就是胡適跟陰海關之間的一個比較不平等的地位 後來陰海關自己把那一篇反播胡適的文章 收集在他香港出版的一本文集裡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為什麼陰海關特別 所有的人對於胡適都是私下抱怨 說你寫容忍比自由重要 明明就是打我們的耳光給外面看 只有陰海關可以寫文章放過 所以陰海關特別的地方也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跟胡適不一樣 1950年的時候這種大流亡大變動的時候 兩個人做了完全不一樣的選擇 一個選擇跟蔣介石站在一起 這個裡頭不能說胡適完全錯 他們那時候認為沒有蔣介石 我們就沒有回到中國的一天 這個就是很多人都這樣想 包括雷正 雷正在1950年收到陰海關的一篇批評蔣介石的文章 雷正就不登了 他說我們現在要靠他 1958年 這個雷正跟蔣介石 商年任的問題處得很不好的時候 胡適跟雷正講的一樣的話 我們現在還是要靠蔣介石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把時間空間 當時的政治的複雜的脈動放在這裡頭 你就會了解胡適這樣做也是有他的苦心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撇開他跟蔣介石這種千絲萬縷的關係 他這種其實是主流 陰海關這個是異端 反而是非常少 發表反攻大陸問題的時候 社裡頭的人 國民黨就開始攻擊這個陰海關 攻擊這個反攻大陸 反攻吳萬論就是聯合報的一個方塊 然後他們社論也是這樣講 社裡頭沒有人支持陰海關 包括端木凱蘭這一些支持自由中國的人 都跟他們講 你們這篇文章寫壞了 什麼時候才能夠陰海關覺得土雷克鳥氣呢 今晚好戰 中美聯合公報出來 聯合公報出來很明顯的 你不能不反攻大陸 這個裡頭其實有很多問題 我也引用了中央醫院禁食所 他說中美聯合公報其實有個活節 就是發生任何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反攻 自由中國的社論 特別引用了那時候外交部長 王少谷的話 說我們只有等什麼時候反攻大陸呢 中國內部發生革命 我們在反攻大陸 所以你完全沒有主動權 所以反攻大陸問題 是陰海關贏得最大 怎麼講呢 信任的信用的一個 一篇重要的文章 陰海關跟自由中國的關係 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雷政的問題也很複雜 雷政跟胡適的關係特別好 陰海關跟胡適的關係特別好 附政對於胡適最起 他們要去接胡適 附政都不要去 他說這個人我不要去 附政從頭到尾跟雷政講 說胡適不會主張 你不要去找他 所以自由中國這一塊 自由中國內部的人 怎麼樣面對各種問題 其實還有很多文章可以寫 OK 時間的關係我就說到這裡 謝謝 十點了大家不要離開 因為我們在開放兩個問題好不好 三個問題 好 一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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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等一下 我們先 其他人 他可以講很多場 因為其他 他還有其他地方 因為剛剛樓上好像公公廁所 那個 也有邀約他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 你可以看到 金老師會針對我們題目來討論 當然薛老師會不會出現的是另外一件事 OK 他才太忙了 來 給我們誰 來 一個 來 一個 來 咧 一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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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誰 這個問題很重要 你怎麼可以用 等一下 我是主持人 你不用了 沒關係 你每次都可以講到 我們先讓別人講 你那麼常來 等一下還可以跟 那個金老師都還在 你還可以跟他聊 來 三個 來 你兩名 你都 那個 講者都會受到你熱烈的招呼 所以我們等一下 讓你熱烈的招呼 跟金老師好好聊一下 好不好 非常精采 而且我很 興奮 但是我想要講 想要問的是 今天聽的都是人的問題 人的性格 人在關鍵時候做的那個態度 但是我想要問的是 獨裁統治那個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 再後再 在那個50年代 60年代 講政權當時非常飄搖 他有什麼樣的資源 就是政治資源 文化資本 去做 在他統治這回事上 有什麼 有什麼 什麼樣子的選項 可以讓他 面對民主自由 這個統治結構 可以有比較大的空間 或是比較那個 我覺得結構的這個問題 就是蔣介石在那個空間底下 他有多少的選擇 那個選擇裡頭 他有多少的文化的那個 從前面那個 薛老師有講 他是文化 傳統文人 其實老蔣本身 我看他 我也覺得他是 古字裡頭 他也有傳統文人的 好一個部分 那我想要問的是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薛老師 跟那個提考師 就是 因為這個題目 其實 剛剛那位提問者也提出 獨裁者的那個 態度 原則上就是 如果從社會學觀點 就是結構跟行動的問題 那 英海觀或胡適 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 那薛老師對於這個 胡適仙的解釋 有點類似那個 福特幻佛論 跟那個 西特幻的關係 當然他 給我更多元的一個方式 那我的想法是說 這樣的一個結構 跟行動的關係 我不曉得 兩位是怎麼樣去看 當前 以前在 這個 獨裁是講 如果我們說是在 蔣介石政權 這樣的情況底下 那到今天 因為大家 一直都沒有談到 轉型正義 在這一塊的時候 作為一個 這個 知識分子 因為知識分子講的是 自在跟自為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不曉得 兩位的看法 兩位老師的看法是怎麼樣 謝謝 我們在這裡 還是可能會回到說 我們怎麼面對那個 壓力下面的反應 那會面對獨裁 獨裁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 或者面對到利益的誘惑 共生的關係 有個結構跟 它裡面可能會出現一個 倫理性的問題 那那個 這樣的評價 我們怎麼樣去看 比如說回到自己 回到自己身上的時候 你如果是在當下 當時那個情況 你會做什麼樣的處置跟反應 那個其實是很嚴格 像我們講 他們好像還蠻容易的 可是 反過來說 有些壓力 是我們在 這個時候 再回過來去看 我們有沒有要感受 他們所承受的 考慮或壓力 來 再會 謝謝那個 薛老師 他每次都現身說法 都讓人物刻畫得很鮮明 這樣都拿自己做例子 然後再回應那個 金老師的部分 其實我自己也被 也被周揚凱當過 那個方法論 不過我覺得說那個 學術體才是後來的事情 因為那個歷史 歷史一開始的西羅多德 也是一個 有點像戰爭的 那個報導者的感覺 我要問的問題是 後面你最後補充的部分 我講說 他們都有信念說 蔣介石會帶領他們回去 我覺得也是一個信念的問題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信念 因為 他們那個年代其實經歷三個中國 就是 北洋政府的中國 就是一個中國 然後蔣介石的中國 就是第二個中國 然後後來又有共產黨的第三個中國 為什麼他們是選擇第二個中國 那我自己覺得說 是不是跟蔣介石被他們認為是一個軍事天才 就是很多戰役啊 或是說 或是怎樣 蔣介石自己本身也是面臨一個信念的問題 他認為說他不能分裂中國 所以他一直選擇漢賊不了命這樣 那我就覺得他們背後 信任蔣介石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各五分鐘好不好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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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蔣介石到台灣以後 其實美國人一直想把蔣介石搞掉 他們那時候的第一個就是聯合國托管台灣 第二個要蔣介石出王到菲律賓去 他們也進行過 聽說如果沒有記錯的建議 這個叫做什麼 他出了兩本書 一個蔣介石傳一個蔣經國傳 這裡面就講他們的美國人 是由蔣介石基本上也同意他要出王 到菲律賓去 他有一個條件 讓他有尊嚴的離開 所以台灣的發展 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了蔣介石能夠掌控 所以他們找過蘇利人 找過吳郭征 找過胡適 他們真的努力過 什麼時候改變呢 韓戰發生 韓戰發生以後 美國開始支持所有的東亞獨裁者 不只是蔣介石 蔣介石在台灣不是說是無可取代的 絕對 李宗仁當蔣介石離開宗仁 把位置交給李宗仁 你看李宗仁的回憶錄 權力全部都在蔣介石手上 甚至於李宗仁用的人都跟李宗仁講 他說你還是聽話一點 蔣介石隨時可以把你幹掉 這個都是在李宗仁的回憶錄裡頭 蔣介石穩固 我們現在再講遠一點 基本上面從1911年以後 中國就是一個軍閥割據的局面 袁世凱的那一邊 北洋軍閥那一邊 蔣介石也是一個軍閥 南方的軍閥 以孫中山的主張為中山 黃埔軍校 他其實也是一個軍閥 有一個研究專職的 忽然想不叫他名字 他是在安貴大學當校長 蔣介石去了 他對蔣介石很壞 不讓蔣介石用好的禮儀對著蔣介石 蔣介石很生氣 把他叫來 批評他 他說你批評我 我說你也不過就是一個軍閥 蔣介石就把他關起來 後來是誰救他 後來是誰救他了胡適給一群的知識分子 救了這個人 這個人很有名 我現在一直想到名字 等一下我想給我想到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蔣介石是一個軍閥 那基本上面也沒有問題 那我剛剛吃飯的時候也跟講 如果我們看代理的發展的過程 國民黨一直講 共產黨利用抗熱發展他的努力 跟蔣介石也一樣 蔣介石利用抗戰把所有的軍閥 航復去了 劉鄉啦 還有東北的被關起來的 張學良一個一個幹掉 他真的不要認為蔣介石很爛 他很厲害 他怎麼樣把桂析壓下去 怎麼樣把桂析打掉 你問我們百姓怎麼看 他就深受 所以蔣介石決定不是一個庸才 他真的爭其事故 他有兩塊 一個黨衛軍 一個就是特務系統 非常厲害 你去看看 所以他到了台灣來以後 把特務的權力交給蔣經國 他是考慮過的 因為代理到了後來 勢力非常龐大 蔣介石都覺得坐立難安 所以代理到最後 飛機失事死掉 蔣介石其實是如釋重負 他已經發現到 這個待遇的力量太大 這個是複雜的物 所以他到了台灣來以後 他那一套特務 到台灣來以後 全中國的特務 百分之九十多到台灣來 特務 除非他沒有辦法跟著蔣介石來 在中國全部被鬥 他們有一個集中營 專門管國民黨的特務 所以可以知道說 蔣經國重新建構他的特務機制 八大情質單位 這個我覺得需要有人好好的去 現在檔案出來 好好的做 所以蔣介石在台灣能夠最後 最重要的十年 就是一九四九到一九六零年 他三年任成功 憲法什麼都可以凍結 他都可以不管 他的權力非常勇 連美國也動他不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發展到現在 這個國民黨的勢力還是很強大 原因就是花了很多力氣 建構了 我想蔣介石到晚也一定很高興 中國我沒有辦法按照我的意願來做 台灣我所有的這個理念 全部在台灣實現 這就是這個蔣介石 不過我一直講 蔣介石跟毛澤東是軟身兄弟 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 因為1940年不敗 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 他也是在中國變成最大的獨裁者 沒有人可以跟他比 毛澤東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蔣介石做不到 國民黨共產也是 一個是成功的國民黨 一個是失敗的共產黨 這兩個政黨其實是很像 我再講最後一點 蔣介石死的那一天 毛澤東在他自己的臥坊裡頭 跟他辦了一個吊念會 一直放兩手失辭 聽這個是張隆的書裡面講 他就是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對手 他比起共產黨裡頭的其他人 他覺得根本比不上 所以你可以知道 毛澤東跟蔣介石之間 還有心心相惜的地方 最重的一點 因為在韓藏的時候 蔣介石不願意聽從美國的壓力 把經文馬祖放棄掉 那就是一旦經文馬祖被放棄掉 那就代表兩個中國 所以蔣介石跟蔣經國 跟中國這一塊中外來的股 有潮去的人在裡頭跑來跑去 就是傳遞一個訊息 後來Kissinger 中外來見到寄星警的時候 也跟他講 他說我跟台灣之間有understand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錯綜複雜的證據 造成台灣經營的現象 我不曉得我有沒有能力回答很高的問題 我想根據我的了解 思考一下這個 我覺得結構上的理解上 可以從美國開始 實施杜魯門主義開始相信 那個冷戰的體制的特色就是 以及說是自由民主與共產的對抗 更重要的是戰略跟利益的考量 所以文土政策的那個 這個計畫的撰寫的人 就是喬治肯楊 他當然寫了A計畫 不是陳宏那一個 那A計畫裡面 剛剛開始的時候他馬上就報告說 第一個熟識兩個國家 比較希臘的一個特色 完全不符合自由民主的要求 那為什麼剛剛今天說的寒戰爆發 因為本來為主政策準備事由於中 寒戰爆發以後他改變這個策略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因為剛剛我們今天主要在講 殷海關跟這個國式的這個論戰 但是現在也在自由中國時代 你看1960 那個雷震被捕 現在很多人都在關心 美國做什麼 對不起因為美國的電報已經解密了 那個美國我簡單的說 我現在沒有辦法激烈來查 簡單說就是 美國大使館跟國外的往來 的結論就是說 台灣一定要自由 台灣一定要民主化這改革一定要 但是不能台灣 那理由是什麼 蔣介石跟共產黨有基本上的矛盾 那國民黨不垮台 他可以繼續扮演著 美國跟國外黨抗衡的一個角色 美國認為台灣人沒有啊 他只要自由民主化可能 因為台灣人會當家作主 可是這一群人跟老共沒有隸屬的關係一樣 但是又不會站在這個角度 這個我想在那個資訊中是很清楚 所以在這個結構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配合我們後來 包括若林正帳的那個 就是早安天大學若林正帳教授的 1972體制來看更清楚 當台灣的戰略價值 對美國也更不重要的時候 美國對他的自由民主的關係就越來越多 當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時候 美國對台灣自由民主的關係 達到歷史的高峰 我覺得非常不信 但是這是一個說 也許大家可以想一下 這樣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對我而言 我所理解的自由中國集團 比如剛剛在講說什麼 我剛剛一看的聲音很大 那欣先生為什麼一開始 雷正做做選擇 我們必須了解 雷正辦自由中國一開始的用心 就是要團結這些人 要用胡適作為領袖 請務必了解這一點 重點是他還想要擁護蒋介石 所以這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因素 你不能說沒有 可是另一個角度是 像胡適 要說更清楚 他不喜歡共產黨 不是因為1949的問題嗎 你要往前追 甚至你可以追到所謂北花期間 在北方這些文人怎麼觀察國民黨政府 一開始的立場是什麼 那一定都很差 因為認為他是紅色的 後來當然 站在現在的角度 我們可能認為是革命的背叛 或是一二五雙政變等等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他們這些 這些最傳統的 比像北方的 我們認為有自由主義色彩 是壓根底不喜歡共產黨 連那一個應該比較共產黨 社會主義色彩的張軍曼 他也在那時候就是做出選擇 一旦國民黨跟老公在一起選擇 那對不起 答案就是國民黨 也許各位 我曾經做了這種長期的分析 但是我沒辦法做出英國關係的解釋 我只知道對他們而言 共產黨就是比國民黨還 那這也不是什麼陳穎萱這樣講 誰這樣講而已 所以實際上那個Merry旭賴德 在那同志中應該跟所有講 他說 現在中國局勢有沒有很壞 絕對不一定的更壞 對不對 歷史就剛剛 真正可能給大家一個巴掌 跟老蔣來台灣的狀況可能不好 可能留在那邊的狀況更糟 我都曾經問過我的長輩 我說我那是很多外省級的長輩 很多都已經都離開了 我會說為什麼你們當時 你們那朋友 為什麼他會選擇共產黨 他說那個老共給的毒藥還有糖衣 共產連糖都給自己吞下去 我就要講當時那個中國 所以那感覺一家到老共 就是人民中國成立之後 就是鬥右環右三環五環的時候 那時候才看到 可是對不起來不及了 歷史最大的無情就是發生沒法重演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是覺得說包括他們的選擇 就在那個角度中看得出來 只是印海光線這樣選擇 後來雷政這樣選擇 他們做了什麼樣的選擇 沒有錯 就是因為要反共 所以在反共這個價值之下 為什麼反共 回歸到反共的本質 就是因為自由民主的價值 這一點一旦被凸顯出來的時候 那跟蔣介石政權的關係 就要做出進一步的處理 那胡適之沒有啊 這就是沒辦法沒有 可是另外這兩個沒有 那有最後還下一步 那一旦面臨無法處理反共中國問題 要怎麼辦 誰讓自由中國 社論中早就寫過 他說台灣屬於中國 這重要的前提是 美國不能承認共同 美國假如承認共同 台灣屬於中國這個問題 要重新思考 這個應該是1959年的時候 我的文章我寫過 我覺得這是大家過去沒有注意到的 可是真的不肯繼續講 相信當時是不是走就完蛋了 那等到1960年 甘乃迪進選國總統 那他的那個那個 那個众議員外交顧問 提出兩個中國組這樣的時候 自由中國都很賤 他以前誰講兩個中國就罵誰 結果那一文章出來之後他說 我們必須面對這個可能的情勢的發展 這樣就沒有了 沒有了 那當然後來美政被抓 後來來不及發展 後來發展到美政被放出來 結果這個時候他面臨一個選擇 原本希望以自由民主盲控 原本希望往紅大陸 結果往紅大陸不可能 那現在怎麼辦 你的選擇是首 那他的選擇是 自由民主的價值 優先於原本的民主主義的選擇 這最後一個自由主義者 剛才講自由主義者 自由主義者 面對這樣的選擇的時候 什麼是優位的 所以剛剛機器人在講 我們為什麼對中國 也抱著戒慎恐懼的心情 因為自由民主人權 是我們的價值 他就是沒有了 剛剛有朋友說吃飯很重要 我也覺得很重要 如果餓死那太嚴重了 在沒有餓死之前 活著的狀況之下 哪一個東西是優位的選擇 這個時候大家也想要思考 我們今天就要面對這個狀況 所以六四天安門事件 這樣講不好意思 很多朋友說那一場六四天安門事件 多少朋友決裂 可能各位不知道 以後你就等著看 重新分析好了 包括學界的洗牌 假如沒有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 很多事情就不是這樣子 那個選擇很清楚 當面對用武力鎮壓人民那一生 你站在哪一邊 本來大家可以講 這兩個自由講得很好 面對這時候你站在哪一邊 有多少人在那時候 決定選擇站在那一邊 你不是現在才發生什麼 如果是在坦克鎮壓有道理 不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是在六四那一年發生的事情 對不起 那時候沒有人寫文章成立 太刺激了 實際上我所了解的 台恩寫出現 在那一年 烏花界 就重新洗牌 等經先寫文章 我的年齡還不夠 您寫比較早一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想回答剛剛那個問題 你的選擇是什麼 謝謝 好快要十年半了 我知道大家還不想走 然後如果樓上 我記得樓上好像有些書 如果你們有些書 要找金先生簽的話 你可以等一下來找陶寢 他再留在這裡一下子 那如果你有些問題 當然其實兩個朋友 有問題的時候 可以來跟我們樓上討論一下 然後也歡迎大家 繼續留在這裡 因為咖啡館給我們鑰匙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明天 找到我們五點 謝謝 非常謝謝大家